吃人烧香酒味财,不知财从善中来 为人有得天常用,行善无求,福自来 看完她的视频,你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疗愈 原本焦虑的心情荡然无存 她那温柔的语调,配上令人心灵鸡汤式的语言 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我是榜姐,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蒲婉安的疗愈时光 蒲婉安来自山东,都说有才华的人 就连说话都透露着文艺气息 而她不仅拥有高颜值,用才华横溢这个词来形容她 简直再合适不过,都说负有识舒气自华 说出来的话都文周周的 在她的视频里面,有十分经典的情感语录 也有对人生的感悟,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 自己创作出来的诗词歌赋 也有对经典语录的深刻解读 很多人都会在她的评论区里面 抒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有对家庭琐事的默默抱怨 也有对爱情的渴望 还有对工作不顺利的发泄 生活里面遇到的所有烦心事 都在她的评论区里面体现了出来 她盘论自己对爱情的理解 一段感情应该是两个人共同付出 才能收获美好的爱情 如果仅仅是一个人单相思 这段感情到头来,这很重要 但一旦你伤了我的心 那她一定会把你丢掉 不知道这句话写出了多少人 对恋爱脑的感悟 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年纪耿耿于怀 而在她这里却完全释怀 当我们感叹自己又老了一岁的时候 更多的应该是庆幸自己 又平安度过了一年 感受了人间冷暖 一年四季的变化 她能够把那些启人忧天 不切实际的想法 通通一并打消 不少网友都表示 看完她的视频之后都觉得 她应该被称为是全网反内卷 反内号第一人 不浪费时间去思考那些并不存在的问题 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体会生活 有人说她长相田径 说话声音非常温柔 笑起来十分的迷人 还如此的有才华又有颜值 很多网友靠才华走红 也有很多网友靠颜值走红 而她这两个方面全都兼具 虽然没有搞笑或者感人的剧情 单单只是一个出镜的视频 就能够吸引四百多万粉丝的关注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这个网络娱乐盛行的时代 各类网红纷繁复杂 各种各样的视频形式映入眼帘 在那些有特效加持的视频对比下 她的视频显得如此的平和 一个人一段话 一份真情流露 就能给人内心一种 静下心来的感觉 在她的视频里面 没有十分炫酷的包装 仅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独白 看完她的视频 你的心情有没有得到治愈 对自己的生活是否增添了几分期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将砆论区留言论区厂 冰到彩面